沈猴 我想问你啊 你为什么想来咱们公司做销售啊 还有 你对我们公司的服装 有了解吗 了解 主要是运动品牌 针对的是年轻客户 但我想知道 你能胜任这个岗位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之前在一家 比较成熟的服装公司 做过类似的工作 所以做起来的话 还算是加薪就熟 你稍等你去吧 你稍等你去吧 喂 沈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现在销售的这个岗位 所需要的人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有新的人了 人已经够了 为什么还要在网上招人呢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网上的信息更信有误吧 实在是抱歉 是不是刚才有人跟你说要不要录用我 真想好好谢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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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让你熟悉的公司不再录用我 你也知道 我们深思的服装生意做得很大 我在这一行的朋友几乎遍地都是 为难不了 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如果以你的学历和那点不用心的工作经历 都可以让你养活自己 那这个社会对努力的人来讲就太不公平了 你也是时候需要感受一下什么叫挫折了 你想这样让我听你的话吗 不可能 晚上公司要聚餐 我就不回去吃饭了 你要是回去了 你就把我早上锅里有煮的汤热一下再喝 好不好 拜拜 你怎么了 我在家休息也行了吧 快进来 别休 快 走走走走 所以你不觉得很有挫败感吗 不管我偷了多少分监力 不管我多有能力 他们只要听说过啊 大学考试做过比 没有学位证 就连面试都没有几家公司愿意 唯一的一个啊 还被我妈打回了原型 生活 工作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作找不着你可以创业 创业 你说的啊轻松 创业需要成本 需要时间 需要头脑和想法 你有吗 我有头脑 你没有 你干吗 你干吗 借我四万钱 借我四万块钱 创业啊 创你个头啊 还债 你欠谁钱了 程志愿 你有病吧 你跟他借什么钱啊 你才有病呢 我会问他借钱吗 是晓晓 晓晓问程志愿 借了十六万 还个高利贷 为什么会钱高利贷 总之事情很复杂 不是晓晓 是他妈妈 那为什么从十六万 变成四万呢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你故意的吧你 你借不借 一句话 你没钱吗 我有钱问你借啊 我银行卡被我妈冻叠了 我银行卡被我妈冻叠了 你要是再问一个问题的话 你信不信我拿 肖龙十八掌劈你 那我还用毒骨酒键砍你呢 你今天怎么了 是不是卫童又把你给锯了 我今天去图书馆找去了 然后我俩 算了 没事 反正比拒绝我还惨 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说了你也不懂 你卡被动了 给你转不了账了 我只能给你拿现金了 一会儿给你取一件 你后面什么打算 放心吧 我以后赚了钱 我第一时间还你 我用着你还呢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你后面有什么打算 打算 就算我找不到工作 我这么年轻 不可能被饿死吧 总会有我能干的事情 上天入地 兄弟陪你 一共四万块钱 怎么 你不叔叔 小晨知道这件事吗 你拿钱不就行了 我建议你啊 不要把A对B的事情 搞成A对D 我想这里面的钱 应该也不是你的吧 关你什么事 我给你个建议 不要拿别人的钱 来逞英雄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 我问谁借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拿到自己的钱不就行了 还有 小晨是我女朋友 她的债我来还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就别无视先殷勤了 你拿到自己的钱不就行了 你拿从来 还了 舒服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感觉 心里喘不上来气 你去哪儿啊 上不上来 不是说了吗 去哪儿都陪着你 我去那边 川菜 大哥我不吃辣的 换一家吧 我终于找到一家不限学历 然后我妈又管不着的工作 你认真的 腾胶飞牛水煮鱼好嘞 马上到 服务员加个菜 来喽 不是 那个我问一下 你们老板在哪儿 我就是 二位稍等啊 小娃 他来来过来 这儿加菜 你干什么跟他说啊 那个二位是吃饭还是 是这样 我看门口那个 你们在招外卖员是吗 对 二位 你们是来骗外卖的 那个会骑摩托车吗 当然会 车就停门口呢 我也会 都会 好 好 赵外卖员月薪三千 送个多月底有提成 三千 对 那个二位 不敢没关系啊 别挡路 来这边考虑一下嘛 喂 对 那个 谁煮肉片 三千一个月的话 我得一年多才能还上 你不用想还我钱的事 赶紧走 快点 我买好了 老田 老田 小蜜做外卖员 那这怎么办 老板 一个月三圈是吧 对 我干 你干 你疯了 现在能上班吗 哪有马上上班的 我可以 好嘞 就就就你了 我这反映缺人 不是 你真要反正了 你不许会丢人啊 这有什么丢人的 我这要自食其力 再说晓晓也干过这样的工作 我在这体验他曾经的生活 那个来 兄弟怎么招供 姓沈 姓沈呀 晓晓 小蜜啊 被衣服穿上 然后按照这里面的地址 赶快给我送过去 半小时那必须送到 迟到了扣你钱 好嘞 我马上去啊 注意安全啊 快点啊 爱情真可贵 自食其力 老板 三千是吗 对 我也干 好的 哥们 帮我开下门 我跟你说话呢 我送过外卖 你帮我开下门 不是业主 不让见啊 您好 问一下七号楼在哪儿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那好吧 谢谢 七号楼 酒店 哎 你好 那个麻烦给我个好评 别错了 Chad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把地址写错了吗 没关系 喂 侯子 老板 请你回来呢 这边是新订单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马上 谢谢啊 来了 快快快 好的 好了 前方摩托车驾驶员 马上旁边停 停车 刚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 对不起 没听见 知不知道你刚才驶入非机动车道 还加速超车 多危险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就知道对不起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 行驶证 哦 哦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在进行区内上道行驶 扣三分 罚款一百 另外 这条路上一会儿你也不能行驶了 什么 警察大哥 我还得送外卖呢 你送外卖也得遵守交通法规啊 这路上车流量这么大 多大危害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了 警察大哥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我回去一定好好背熟交通法规 下次再也不犯了 喂 小沈 你到哪儿了 人客人都打仨电话了 电梯里了 马上 我麻烦你大哥你能快点吗 人都催了 好嘞 人都打仨电话了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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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儿 您的外卖 我都等了快一个小时 你才送到 菜都凉了 而且我赶不出门哪 这外卖我不要了 先生 我刚刚送来的路上 出了点小意外 耽误了 当然我不是故意的 您看 您总得吃饭吧 既然我也送到了 您就别为难我了 你来完了 你还说我为难你 你知道你还有理了你 你指什么呀 你混好啊 说话不 你这送外卖你骗谁横的你 送外卖怎么了 你信不信我给你差评 行 你 你就这俩能难 随便投诉 爱吃不吃啊 你给我等着 我告诉你 我请你来是来送外卖的 不是让你来这儿当大爷的 你把人客人给得罪了 您知道吗 人家在那外卖那软件上 已经给他点差评了 你知道吗 差 差评怎么了 我就为那差评 被那样的人啊 踩在地上啊 你 你还不服是吧 我告诉你 你要真是大爷 你就不可能到我这儿来送外卖 就你们这儿我见多了 要能力没能力 要学历没学历 干什么什么都不行 一天到晚就想当大爷 去哪儿哪儿还都没人要 典型的没出息 我在外面跑了一天了 你在店里想轻浮 你还支支点点 你才是大爷呢 我不干了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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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不干不干走人 别回来 你还有理啊 你休小气 休小气 冷静一下 因为你谁啊你 冷静一下 你干吗 你谁啊 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同事 我叫小田 我在这儿啊 干两年了 所以你都怎么着啊 干咱们这行 迟到挨骂那是家常便饭啊 你现在不干了 你这一天不白费了吗 不是 怎么回事 他呀 我劝你啊 别逞一时一气 刚出来做谁都不喜欢 你这一天不干了 你这天不干了 我觉得她是很漂亮的 你还会来 我会来 Irma 我换照片 你只能丢出欢迎 皇上就好 来 我跟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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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